歌手刀狼的罗刹海士掀起了娱乐圈的狂风暴雨 越来越多的明星歌手卷入其中 农民歌手大一哥也未能幸免 很多人不明白 一向老实巴交的农民歌手朱之文怎么和刀狼拉扯上了 这事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有网文称 大一哥对刀狼的新作品罗刹海士诸多不满 并声称此歌缺乏美感 歌词带着粗俗和谩骂 严重带偏大众的神魅 甚至用攻击的力量去伤害别人 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更是不专业的了解朱之文的网友都清楚 他出道比刀狼还晚 并且两人都是草根歌手 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那种 各有各的特点 大一哥有啥资格评价别人 网友一时气愤不已 刀狼粉丝更是运用了歌曲中的台词 狠狠讽刺了一把大一哥 就在此时愈演愈烈时 大一哥紧急做出回应 在资历和水平上 我远远不如人家刀狼老师 你没有那个水平就不能去评价别人 咱没有那个资格 与此同时 他还表达了自己对罗刹海誓的看法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 我非常欣赏刀狼老师 绝对没有恶评一说 相比较干巴巴的网文 朱之文朴实的话语更有说服力 随后他表示 我相信法律是公平的 我啥时候这样做了 他们造谣的人已经违法了 那些企图带头造谣的人 都是人品不好的人 一定要把造谣者抓出来 虽说是农民出身 但大一哥还是蛮通透的 他的话语 众肯又谦虚 有理有据 让人说不出半个步子 这才是聪明人 其实此事件过去之后 大一哥又接受了县里的采访 他震惊危坐 解释了整件事的全过程 甚至劝告恶意 伤害他人的人要及时收手 重点来了 最后老朱在电视台的官方账号上再次发布声明 希望大家不信谣 不传谣 可见大一哥对于这件事情还是蛮在意的 他忠厚老实的性格被人利用 成了舆论的焦点 实属有些可恶 对于此次事件 到底是谁传播虚假消息 至今还没有答案 各路媒体人应适可而止 不要为了追求流量和热度制造假象 尤其不能好老世人的羊毛 刀狼新歌罗刹海士惊动了各个领域 以杀鸡载羊的迅速和四见四剧的风力 影响着每一个人 长达十几年的沉默之后 刀狼终于被封神 我觉得他并不在意大众对他的看法 而是在讽刺社会 只不过这些话被大众误解 认为他是在谴责某些人 疑似刀狼的声明只有一则 从他的角度分析 我觉得蛮难的 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从罗刹海士带来的一系列蝴蝶效应来看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迹可循 甚至出现了很多变数 这让事情发展成复杂性事件 不得不感慨一句 刀狼真牛 你是劳苦大众心里的真英雄 把社会的不公看得透透的 这下真相大白 大家放过大一哥 继续喜欢刀狼的新歌吧